人间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献给旅行者365日 有一篇南海普陀山谷德 所作的观音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观音战 有很多人问我 大家为什么都喜欢拜观音菩萨呢 其实观音菩萨 它是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因缘很深的 不单单是在台湾 大家喜欢拜观音 凡是有亚洲人的地方 就有观音 所以说 加加弥陀佛 互互观世音 这样的普世尊敬 应该是来自于 他的悲愿 所以在献给旅行者365日 这本书里特别收录了一首观音战 观音战是这么说的 观音菩萨庙难愁 清静庄严泪劫修 三十二片三十二应片尘叉 百千万节化炎附 瓶中甘露长石杀 手内洋柳不济穷 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长坐度人舟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用怎样的态度 跟方式来广度众生 这首《战》的当中 有两句叫做 三十二应片尘上 千处祈求千处印 说明了观音菩萨的怨心 也抚慰了我们人世间 众多的油脂的心 三十二应片尘叉 观菩萨为了因应各种 不同根性 以及类别的众生 化现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 应激而说法教化 所以说 普门品里面 他说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虽然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千处祈求千处印 但当极难的时候 我们认得出观音菩萨吗 有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 每天他非常精进地持送观音菩萨 他认为以自己的幸福的诚心 将来如果有苦难的时候 有极难的时候 菩萨一定会伸出援手 拯救他的 有一天他就到西边去拔菜 忽然山洪爆发 大水汹涌而来 西水急剧的就上涨了 不到片刻的功夫 就升级他的七盖了 但是这位信徒却不担心 他只是在心中不断着 送念这观音菩萨的圣号 祈求观音菩萨来救他 这个时候呢 有一艘独木舟驾驶了过来 舟上呢 有一个当地的居民 居民呢 正想伸出援手来救他的时候呢 这位信徒却摇摇头拒绝他了 西水呢 持续的上涨 逐渐的就到达了他的胸部了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艘救生艇 在救星艇上的救生员呢 要赶快地救他 那么这位信徒呢 又拒绝了 他仍是持续地 受念着观音菩萨的圣号 相信着观音菩萨 会来救他的 西水仍然不断不断不断地 往上涨 眼看着已经跨烟到 他的脖子了 这个时候呢 天空中出现的 这个一架的直升机 从飞机上垂下了一根绳子 要救这一位的信徒 但是呢 他还是拒绝了 这个时候机上的驾驶员 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说啊 你一直在等待着 观音菩萨来救你 但是观音菩萨已经出现了 而且出现了三次来救你 你却都还不接受啊 所以这说明了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向观音菩萨求救 这个菩萨是会以三十二印化身 现身来救你的 你不可以执着 一定要现观音菩萨的像 才是观音菩萨来救你啊 或者是假如你平时不用功 没有这种感应道教 恐怕观音菩萨现身了 你一样是认不出他来的 所以观音菩萨 这个他虽是有求必应啊 但是我们是要从 虔诚的信仰当中 产生力量的 同时呢 观音法门 也是接引众生步入 菩提道当中 最方便的修行 修学观音法门呢 我们要一门深入 有个典故呢 在北周的时期 益州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召提室 有两位和尚 那么这两位和尚 就是叫做慧远跟慧公 慧远呢 就认为自己的修行 是要出远门游方明山古叉 参访寺院道友的 行脚了三十年 才回到赵提室 一见到慧公和尚 还在寺里 便高兴得滔滔不绝的 讲他自己的所见所闻 慧公呢 就谦卑地说 哎呀 师兄您见多世广啊 这三十年来 我一直持送着浦门品 今天呢 我要为您送一遍浦门品 欢迎你回到寺里来 慧公呢 刚开始 发出声音持送 即刻呢 香烟渺渺 缭绕着整个寺庙的大殿 天上的鲜月 阵阵地传来 而且呢 天花如一般 纷纷而坠下来 这个时候 慧远和尚感到 立即就跪拜在地上 虔诚地向慧公和尚行礼 因为他内心已经明白到 修行不在于 去到什么地方去 而是应该要往内心 一门深入才是啊 我们若能以自己的信仰 跟愿力 向观世音菩萨学习 便能使我们更容易 与观世音菩萨的愿力相应 更容易得到感应道教的 修学观音法门 是修内心的解脱 我们也要以菩萨为榜样 待人呢 以慈悲包容 那我们自己就是观音菩萨 佛印禅师呢 跟大文好书东婆 两个人呢 是好朋友 经常呢 他们两个相接的出游 有一次呢 两个人就一起到郊外 去散步 途中呢 就见到 这个一座的 码头观音的石像 佛印禅师一见了 立即就合掌 礼拜观音 书东坡呢 看到这座码头观音呢 却不解的问说 观世音菩萨 本来就是要我们礼拜的对象 可是 为什么 他的手上 跟我们一样挂着一串念珠 而且呢 合掌在念佛呢 到底观世音菩萨 在念谁呀 佛印禅师回答说 念观音呀 书东坡就很奇怪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手持着念珠 是在念观音呢 佛印禅师说 求人不如求己呀 学佛 其实就是学自己 完成自己 因为 佛 是由人所成 大师在二十岁前 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早晚 课后 都是向这个 佛菩萨起求 希望赐给他自己 慈悲 智慧 勇气 力量 去除贪 嗔 痴 甚至于无名 然后要突破难关 学佛 求到要顺利 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 而十岁之后呢 念头就有所改变的 要 将这种祈愿 改为利他 他就要祈求 佛菩萨 加倍他的父母 师长 这种福寿 康宁 亲朋好友 如意 吉祥 那么有缘的信徒呢 都能够 事业顺利 功德 护法门 都能够 这种福慧 增长 那么四十到五十岁期间呢 由于经历了 曲折多变的人生 所以他感念 生命无常 开始反观制造 要祈求佛菩萨 给世界带来和平 给国家带来富强 给社会带来安乐 给众生得度的因缘 五十岁之后呢 大师效法着 观音菩萨的精神 力愿 负担天下所有众生的 业障跟苦难 承受着世间人 承受着世间人情的 心酸 还有难乱 那么延续 实践佛陀的 大慈大悲 广大佛教的理想 感动呢 是最好的修行 观音菩萨 令所有的佛菩萨感动 甚至于更令众生感到 加加弥陀佛 护护管事音 菩萨以慈悲为根本 我们也以菩萨的慈悲心 为感动的力 待人接物 点头微笑 别人也会被你感动 而点头微笑 这也就是 我们要体现 观音跟观音菩萨 的这种感应道教 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是观世音 最慈悲的人 也是观世音 我们要学习观音 我们要拜观音 所以希望我们在 求观音 拜观音的当下 最主要的是要 自己做观音 最后祝福大家 人人都能是观世音 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达宝